其他社会焦点来关心 云林一名轿车驾驶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直接回转要到对象车道 不慎撞到后方行驶而来的机车骑士 轿车驾驶撞了人没有停下 而是倒车停到路边 在走上前强行扶走机车骑士 离谱行径全被民众派了下来 刚好又远景在一旁取缔违规 驾驶想赖也赖不掉 民众买完便当准备骑车突然碰的一声 车道上轿车与机车发生碰撞 骑士连人带车当场倒地 轿驾驶没停下 而是赶紧倒车停路边 跟着走上前强行扶起 急而起事 车屋以外翻在云林林内乡中正路上 61岁张新驾驶从路旁驶屋车道要回转 没注意后方来车 直接朝一旁骑士撞了上去 跟着急急忙忙路边停车再下车 忘了看的直呼真的好扯好可恶 移动车子还移动伤着 幸好远景就在旁边立刻赶过来处理 轿车驾驶摊快回转不剩量状 还随移动车辆及痕迹证据 以触犯倒交条例 最终将被除9000元罚还 借过正义与林采访不到